以前他只是听说叶浩轩有七死灰生的医术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见识过叶浩轩的医术 今天叶浩轩无意间露的一首 让两人几乎是大开眼界 他们两人的医术也不算低 但是让他们来救回这个孕妇的孩子 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做不到的 可是叶浩轩竟然举手台族间把病人胎儿给救了回来 除了佩服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我恳求你帮帮忙 女人的丈夫跑上前来 带着一副恳求的神色道 我和妻子真的想要一个孩子 我求你 行 那我就出手帮你一次 不过我觉得你得留在你妻子的身边比较好 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安慰和鼓励 叶浩轩微微一笑 谢谢 真的很感谢 男人激动地说 半个小时以后一个生命诞生 叶浩轩捧着孩子小心翼翼地递给了护士 由护士包起来 玛丽 好样的 你真的是好样的 男人几乎要哭出声来了 他激动地有些语无伦次 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的妻子之前有心脏病史 血压也偏高吧 叶浩轩洗干净了手 用消毒液消了毒 是的 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他这些年一直靠着一些药物维持着 男人点点头 你知道这种情况下 你让你妻子要孩子 是有多危险吗 叶浩轩皱了皱眉头的 这些日子里他能安然度过 你真的该感谢主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但是我们太想要孩子 所以就冒险要了 之前的医生也不建议我们要孩子 男人点头道 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危险 时不时的就要去医院 医生断定我们这个孩子 是无法保下来的 但是你们做到了 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叶浩轩问 我 我有位华夏来的朋友 他向我推荐了一种华夏的养胎药 是一种黑色的药膏 味道很不好 但是很有效 自从服用了那些药之后 他的情况就越来越稳定了 说到这里 我还要好好地感谢感谢 华夏的药 男人激动地说 哦 原来是这样 叶浩轩点点头 他说的是什么药 叶浩轩的心理已经有数 这种药的功效很多 其中主要的功能就是 一起养胎 你的孩子很好 妻子也很好 我不太清楚你们西方人 有没有做月子的习惯 但是以我们中医的看法 女人生过小孩以后 一个月里 要卧床休息 尽量地不要动 哦 我听说过 你们华夏是有这样的习惯 可是 我不了解 我妻子生下孩子后 一个星期 她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大胡子医生好奇地说 这可能是中西方人的体质不同 你们的身体素质要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们不用做月子 但是以我个人的建议 最好不要这样 因为生孩子以后 女人的身体元气大伤 用我们中医的看法就是说 女人生过小孩之后 身体是最虚弱的 这个时候如果不小心保养的话 以后就有可能会落下病根的 而且这病根是一辈子都消不掉的 叶浩轩道 哦 呃 你说的我以前遇到过 一位病人就是因为生过小孩之后 没有小心地保护自己 结果是落下了偏头痛 这是顽疾 怎么看都看不好的 大胡子医生自言自语地说 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呢 哦 懂了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束手无策了 呃 这是中医吗 这真的就是之前那个社交网站上所说的 靠迷信发家的中医 有人看着眼前的情况 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这段时间以来 关于中医的舆论是越来越小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一些比较知名的社交网站上开始大谈中医的地段 而且有一些知名的杂志也在讲中医的不科学之处 甚至前段时间 卫生部那里发出命令 中医资格症在美国是不被承认的 这也造成了美国人对中医的不信任 这也正是为什么刚才苏老和马老出现的时候 那些人甚至要阻止他们给病人看病 可是这些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中医竟然会这么神奇 就连医生放弃了的病人 他们竟然能治好 不仅治好 而且还是让病人完全的好起来 这让他们感觉到不可思议 是啊 之前网上有关于中医不好的评论 甚至是我们这里的卫生部门负责人 也发出了声明 他说中医根本没有一点科学依据 他甚至治不了病 会中医的都是骗子 哼 我看他们才是骗子吧 有人愤怒地说 他们是怕这门神奇的医术 在这里发展起来以后 对他们的西医行业造成冲击吧 是的 他们就是这个想法 那些不择手段的商人 那些虚伪的政客们 我要抗议 他们剥夺了我选择的权利 为什么要阻止中医进入我们的国家 这种神奇的医术可是有着起死回生的功效的 我们要抗议 我们一定要抗议 围观的人有些激动了起来 他们觉得他们受到了欺负 他们选择的权利被剥夺了 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请问 你们的医院要在我们这里开起来吗 我今天晚上真正的验证到了中医的神奇之处 我家里有位病人 我希望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哦 你就是那个医生吧 有一名老外找到了叶浩轩问道 是啊 是啊 我也是 我家里也有一位病人 因为有些原因 他现在无法站起来了 用中医的方法能不能解决 叶浩轩还没有回答 另外一个人也急吼吼地跑过来问道 哦 很抱歉 现在你们这里 我们还没有医院 因为我们来这里没有多久 我们本来是和你们的高层达成了协议的 我们要把中医带给你们 可是现在你们的高层貌似有些反悔了 叶浩轩有些遗憾地说 他们限制我们行医 同样抵制我们的医术 现在我们的医术在你们这里根本得不到承认 我们的老中医有着几十年的行医经验 可是他们的行医资格证 在美国没有用处 他们甚至比不上一个只学了两年针灸的针灸师 这不公平 这真的不公平 他们那些高层是不是吃香了 他们凭什么阻止中医进入美国呢 有人愤怒地说 两个字利益也好宣导 你们的国家是一个十分发达的国家 你们的科技也很好 医疗也好 都是走在世界的前沿 现在你们国家的医疗行业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你们占据着西药的大多数市场 而医药行业是利润十分可观的行业 也是因此养肥了你们这里的个别的官员 如果我们发展起来了 势必会对你们的医药行业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他们才会拒绝中医进入你们的国家 因为这其中的利益实在是太大了 也好宣导 我很遗憾 我们的中医团队来到这里之后 他们也是怀着一腔热血的 这些老人家他们私家的情绪很重 但是为了让世界减少痛苦 他们不惜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来到了你们的国家 但是他们受到了什么待遇 本来我们打算在这里进行一次议诊的 但是你们的现行令 让我们的行医资格证成了一纸空文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行为就是谋杀 叶好轩突然抬高了声音 他们甚至剥夺了你们生存的权利 他们有什么资格 我们是美国公民 我们有选择自己生存的权利 他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做 终于有人吼出声来 这一声吼几乎是把现场所有人的情绪 都给调动了起来 这些人激动的吼叫着 他们的个别腐败的官员 剥夺了他们生存的能力 他们要抗议 他们要自由 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他们的公民不能接受一点的委屈 可以预测一场惊天动地的游行 马上就要开始了 叶好轩趁着他们群情激奋的时候 悄悄地拉了一把两位老人家 然后带着李延新 四人一起离开了现场 叶医生啊 你今天晚上真的 很好地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我们两个的能力有限 最多能把那孕妇救了 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救不回孩子的 苏老有些感叹地说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过两位 我有句话要奉劝你们一下 叶好轩停住了脚步 他正死的 叶医生啊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马老叹了一口气道 我们师兄弟两个 之前是师储同门 师傅留给我们的布托 其中的 就有这门逆天改命的针法 这针法是厉害啊 只要是还有一口气在 只要是阳寿不尽 我们针法一起 马上就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虽然真厉害 但这等于说是从阎王的手里抢命啊 每一次救人 我们都是以燃烧自己的阳寿为代价的呀 马老叹了一口气 既然知道 马老为何还要挺身而出呢 叶好轩道 其实今天晚上的事情 你们可理会 也可以不理会 是的 今天晚上的事情 我们可理会 也可以不理会 况且这里是美国 我们救的人 也不是我们华夏的子孙 我们是没有必要救他的 但我们毕竟是医生啊 如果见死不救 我的良心伤会过意不去的 而这 也与我师父教我的东西 不一样 马老道 你师父是怎么教你们的 医者 人心 救人的时候不分后博 该救的救 不该救的 同样要救 唉 尊师真是一位忍者呀 但是他教你们的东西 也不一定全对 叶好轩叹了一口气 道 医者 也并不是什么人都救 恶人不救 不该救者不救 该死者不救 这道理我们都懂啊 苏老苦笑了一声 唉 但是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又忍不住 唉 所以 随缘吧 啊 呵呵呵 而且我们两个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了 救过的人也不少 我们也活得好好的呀 那是你们的因德 被你们挡下了逆天的结束 叶好轩笑了笑 是的 凡事都会有两面型的 你们的人成就了你们 不说这些了 叶医生啊 今天晚上你讲的话很动情啊 我看现场有很多人 都明显的被你的话给震住了 是不是啊 我们开始反击了 马老笑道 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马老也是有雄心的人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飘洋过海的跑到这里 来发扬中医了 但是来了之后他所受到的待遇 让他十分的不高兴 这老头也是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啊 算是吧 不过 这只是一个开始 叶好轩笑了笑 前几天的事情毫无疑问 一定是有人黑我们 我们不妨先按兵不动 跟他们玩玩 看他们到底还能耍多少花招 好 叶医生啊 我们相信你 苏老笑道 时间不早了 两位回去吧 叶好轩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十点了 老人家出来时间长了 身体会受不住的 那行 我们先回去了 两位老人点点头 和叶好轩拱手作别 他们住的地方 距离这里本来就不远 他们两个走路就能走回去的 两人在夜色中漫步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心里总希望能走慢点 你好像 从来没有这样陪着我散步 李延欣笑了笑道 我突然希望 我们能走慢一点 今天晚上这条路 我们走到天荒地老 你小妖的 我都能给你 无非就是一个天荒地老嘛 叶好轩宠溺地看着李延欣 要不 那些破事我们都不管了 我现在就带着你们 守在一起 一起天荒地老 这是命运 逃不掉的 李延欣摇摇头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 我可能也不会陪在你身边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需要我和你一起完成的 我一直觉得你有什么在瞒着我 叶好轩停住了脚步 他正视着李延欣道 告诉我 你的命运是什么 仅仅只是帮我吗 我不信 哎 看 那边有卖中国节的呀 李延欣不想回答叶好轩的话 他向旁边一指 只见路边有一个地摊 地摊上有一个老外 拿着一个架子 上面挂满了中国节 李延欣不等叶好轩反应过来 他转身便跑到了那小摊前 去细心地挑那些东西了 每次提到这个东西 你都要回避 叶好轩叹了一口气 你到底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 你貌似从来没有送过我东西 李延欣故意插开了话题 他手里拿着一个中国节的 我喜欢这个 我要你把这个送给我 好好 送给你 只要你喜欢 叶好轩苦笑 他拿出了一张美元大钞 递给了路边的老外的 不用找了 感谢你尊敬的先生 你和这位女士 一定会天长地久的 这位老外董忠文 他双手合十 向叶好轩感谢 李延欣把中国节收好 他有些优越地说 你第一次送我礼物 就是送过这么一个东西吗 之前我送过你的东西 难道都扔给狗了吗 叶好轩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那次啊 那次不一样 那是我主动要求你要的 可好像这一次 也是你主动要求向我要的吧 叶好轩笑道 好像是 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就不能主动送我点东西吗 李延欣白了叶好轩一言 我觉得我们之间 已经不能像普通情理那样 送东西表达心意了 叶好轩握住了李延欣的手 你身上 躺着的有我的血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奇妙的联系了 我的心你懂 你真能说 李延欣不屑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衣着破烂的女人 从两人身边走过 这个女人是黑人 她的衣服有些破烂 经过李延欣身边时 她不经意碰了李延欣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弄脏你吧 真的不好意思 那女人连忙道歉 没事 李延欣皱了这种眉头 她有些诧异地看着 这个黑人女人